我在跟瑞典社会勾建技术当中 经常被瑞典朋友问到深圳的情况 那么作为大使我们也经常不得不 或者是主动的向瑞典人讲深圳的故事 那么我记得去年11月份 我看到CNN一个专题大概半个小时 专题报道深圳 北欧瑞典对深圳的讯息就很大 那么去年11月底 皇家和人业代表人 那是国王亲自策划的 为中国和北欧的整体 有好合作关系 而发展就是亦有的贡献 谢谢 副会长范辉先生为大家支持欢迎 中京的会从友大使唐晓东常常 中京的张晓东会长 各位副会长 女士们相声吗 早上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照深圳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林贼英同志的委托 我和我的同事 坐了差不多90个小时的飞机 从深圳到北京 再从北京到了我们最两个少都来参加 我们这个三会的成立仪式 和救赎仪式 我们深圳要几个是高的 也要几个是低的 一个是发展速度很高 像在财政烧热 还有活鸣生产种族 增长速度在强国是最高的 深圳还有一个是你整个城市 发展速度很快 劳成也很高 当然要两个低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城市很年轻 来维扭着促进 这个深圳跟瑞兰的影响 良性 还有深圳与北澳五个国家的 互通交流 技术转战 促换项目落地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你冥想的成绩 每年我们深圳的文博会 还有你这个 侨教会啊 还有跟一带一路啊 这些论坛啊 张会长你都参加 把瑞兰的华人华侨 表示中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今年2月18号 中央颁布了 越港澳大王期发展规划干料 四年将会越来越精彩 那么今天 北澳深圳总商会的成立 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忠心希望北澳深圳总商会 扎实开展工作 发挥重要的作用 招通好深圳与北澳之间的 桥梁扭带作用 不仅在瑞兰 在我们挪威 丰兰 冰岛这些地方 我们也多公里 三会之间啊 加强凝聚 共同图成新时代 深圳的新平衡 也希望北澳深圳总商会 为促进 米澳华人社区的发展 增加中澳人民的友谊 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十项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更大的贡献 也是个创新型城市 因为我曾经在丹麦公务的时候 接待过许秦市长 当时就讲就是 这个深圳的创新 和北澳的创新 实际上有非常好的这种结合 那我们看 最近几年 这个中日之间的这种 创新合作 科技合作 金贸合作 一直保持一个 健康的定的发展势头 那么按照双边的贸易统计 这两年双边贸易 始终保持一种 快速的增长开始 那么今年的一到七月份 双边贸易能达到 105亿美元 瑞花仍然保持 这个小无顺差 我想这也是瑞典企业 非常乐意看到 他们最终的出口 大于从中国的进口 那么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个 马上在十一月初召开的 中国第二届 这个国际技术博览会 能够更多的瑞典企业 到中国去开拓市场 特别是中小企业 谈到这种投资合作呢 应该说 瑞典企业现在在中国的投资 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 那么在中国投资发展的 这个企业超过600家 我们看到很多大的企业 爱立信 ABB 阿萨斯科普 应付一家在中国 有非常好的发展业绩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 有中处的瑞典的中小企业 高科技企业 能够到中国 特别是到深圳 去开拓去发展 我们按照中方统计 中国累计 会被投资 已经超过了75亿美元 那么这个 企业数量呢 应该说这几年 也在属于一种上升 攀升的阶段 那么我也希望将来 随着这个北欧 深圳总商会的成立 能够有更多的深圳企业 到北欧市场 到瑞典市场来开拓 那么我想 通过更多的这种 商会 企业会 这种投资 促进平台的这种成立 能够带动双边 和经贸合作 能够不断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它积极更加 有效的作用来推动 深圳与瑞典 与北欧的合作 谢谢 感谢大家对北欧 深圳总商会 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指导 尤其是感谢深圳海外交流协会 副会长 方文副会长 对商会的 以往既往的支持 与信任 专程 专程 飞过管瑞典来参加 北欧 深圳总商会的 受牌仪式 北欧 深圳总商会 成立于 2017年 在吴欢 部长的提点 局下 以北欧 多创新垂直神力 北欧 深圳总商会 立志于 国内 国外 政府相干 职年 不明 追求企业项目 招财引致 开措 中欧 之间的人才引进 学术交流 技术交流 产业项目 孵化基地点活动 提升两国 在市场的进阶力 探索市场精致 条件 技术转移的 新机制 努力打造人才 技术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链 近年来 北欧 深圳总商会 不尽一力的促进 深圳 北欧 合作与交流 基金有多家 瑞典企业 洛富 深圳 与企业洛富 的瑞典 有着 深圳企业洛富 瑞典 2018年 中国 北欧 创新中心 及港华大厦 产业研究 接牌 2017 18 深圳文博会 一带一路 管联系 两年福的 组委会 高度的赞扬和 组织奖 2018 19 高教会 北欧 管 组织 属于优秀 组织奖 中文华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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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激动 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以往即来 都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我们的支持 以爱富 今天来了非常多人 但是场地有限 外面还有很多 各位会长 还有很多 朋友都没有 那个位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就时间干涉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以后我一定会尽我的微博之力 来跟中国 跟深圳 深圳与北欧 北欧与对点的交流 桥梁 做出一点的贡献 谢谢 今天 北欧深圳总商会 正式成立了 我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地 为这次北欧深圳总商会 做一个桥梁 我会很努力去 把中国与北欧的桥梁 价格起来 谢谢 我们深圳是最棒的 欢迎大家到深圳来 耶 祝福洪域欧 深圳总商会成立 耶 参加冠军